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摩比网校的达达老师 我们又见面了 转眼间呢 我们的古诗已经来到了第六期了 那其实达达老师为大家精心准备的 72首小学必备的古诗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期了 也不知道前五期 我们小朋友们掌握的怎么样 那其实这些诗呢 都是老师精挑细选而来的 而且跟很多有名的诗人都有关系 所以希望我们小朋友能够温故而知心 那好了 第六期我们要带来怎样的诗呢 其实啊 老师在讲诗之前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的家里都有哪些成员呢 有的小朋友说了 我的家里有爸爸 有妈妈 还有爷爷奶奶 可能还会有哥哥姐姐兄弟姐妹 其实老师的家跟你们差不多 那你们觉得这里面谁对你 你觉得会最好一点呢 有的小朋友可能觉得是妈妈 可能觉得是爸爸 那在达的老师心中 我认为我的妈妈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每次我在上学之前 我的妈妈要为我做上早饭 而且晚上回来桌子上也一定都摆满了晚饭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妈妈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那小朋友们 你们也一定特别的爱你们的妈妈 那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啊 在我们一年当中有一个节日 也正是和母亲有关的 也正是和我们的妈妈有关的 这个节日叫做什么节 你们知道吗 啊 没错 叫做母亲节 对吧 我们说母亲节呀 其实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就是母亲节了 感觉好像母亲节刚刚过去一样啊 所以也不知道我们小朋友在那一天 有没有为自己的妈妈送上一份祝福呢 那其实母亲节呀 并不是现在就有的 很久以前就已经有母亲节了 在古希腊 其实当地人为了纪念希腊神话当中的天后赫拉 他们就会有一些纪念母亲的节日 包括后来在英国 在美国 其实都会有纪念母亲的节日 那在中国 这个节日现在也越来越流行了 嗯 其实我们对妈妈的爱呀 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个节日 我们对妈妈的爱 更多是在每天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要去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妈妈 我们要听妈妈的话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你们觉得 对吗 那今天啊 达达老师要给大家带来一首 正是跟母亲有关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叫做游子吟 有的小朋友听过 对吧 游子吟 作者就是唐代的孟娇 那在这首诗当中 孟娇的妈妈又为孟娇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一起到诗中去寻找一下答案吧 看看你们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呢 接下来老师为大家背诵一下这首诗吧 小朋友们 这首诗好像不是很长对吧 其实啊 这首诗特别特别的简单 而且特别的生活化 我们先来看前两句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那慈母我们都知道 慈祥的妈妈对吧 手中拿的是针和线 那小朋友们 你们的妈妈在家里 当她拿起针线的时候 她应该是准备要干嘛呢 嗯 你们猜对了 可能是为你们缝缝补补 对吧 可能你们的衣服漏了 包破了 可能妈妈就会拿出针线 为大家补一下 那这里慈母补的是什么呢 下一句 游子身上衣 那你告诉我 她补的是什么 衣服 对吧 游子身上衣 我们说游子 其实就是古代 孩子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要出门远游 对吧 可能是游历 可能是学习 增长 见识 但是总之 他们马上就要远行了 那在临行之前 慈母在家中 为他们缝衣服 那再往下看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蜜蜜蜂 一孔 迟迟归 在临走之前 她是 蜂了又蜂 蜂了又蜂 蜜蜜蜂 你们想一下 这个蜂的样子 特别的细 特别的蜜 对吧 蜂了很多次 怕的是什么呢 一孔 迟迟归 担心这个孩子 回来的晚 出门在外 衣服不结实 万一你回来的晚 衣服破了 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说临行之前 我赶快给你加固一下 多逢几次 其实这首诗的前四句 用了一种手法 这种手法 达达老师在之前的课上 曾经给大家讲过 不知道有没有小蜂还记得 我们说在写诗的时候 很多作者喜欢 直接把景物写出来 不加任何的修饰 不加任何的描述 直接就是事物本身的样子 这个手法两个字 叫做白描 有的小朋友还记得 我们之前讲 乡村四月的时候 我们说过白描 其实这首诗的前四句 就是白描 写的就是慈母 为游子缝衣服的一件事 非常简单 那最后两句呢 就不是白描了 而是作者的抒情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其实这里的寸草心呢 指的就是孩子 这种心情 因为我们说孩子 其实就像是地面上的草一样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小草 那谁是太阳呢 其实妈妈更像是太阳 照耀着我们 帮助我们 茁壮成长 那这里的水言 其实指的就是 谁说寸草之心 就能够报答 三春的光辉呢 那三春指的是什么呀 其实在古代 农历的正月 我们称它为梦春 农历二月为重春 农历三月为季春 所以这里的梦重季 指的就是三春灰 哎 其实最后两句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哪怕只是小小的青草 我们也无法报答 母亲伟大的光辉 那通过整首诗读下来 其实很多小朋友 你们已经明白了 作者内心要表达的感情 就是对母亲的一种喜欢 一种敬畏 一种心疼 对吧 我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这样妈妈对我们好 我们也能够回报他们 你们觉得 对吗 好了 那今天的这首 有子吟 我们就背诵完了 那小朋友们学完了这首诗 其实你们也可以在今天 爸爸妈妈下班之后 咱们给爸爸妈妈背诵一遍 告诉他们 你们还爱他 好了 那今天的古诗 我们就学到这了 那今天的首饰操 又是什么样的呢 赶快让我们伸出双手 一起做一下吧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 喜喜老师又来了 那第六季的首饰操 从这里现在开始 那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首 孟娇所写的 游子吟 那孟娇呀 作为一名游子 他呀就写出了一首诗 表达了自己对妈妈的一种感情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饰操都应该做哪些动作吧 那也不要忘记去给你的妈妈表演一下哦 那第一句话就是 慈母手中线 慈祥的母亲手里得拿出线 是不是 所以第一句话啊 我们就应该把你的线给拿出来 对吧 慈母手中线 第二句话 游子身上衣 那扯一扯自己身上的衣服 对不对 游子身上衣 接下来 菱形秘密缝 那应该做出秘密缝的动作 怎么做呢 嗯嗯嗯嗯嗯嗯 对吧 菱形秘密缝 一孔迟迟归 我们要做一个回归的动作 那接下来 水盐寸草心 我们要做一个寸草的动作 是不是 水盐寸草心 这就是妈妈对你的一点点心意 那我们要抱得三春灰 那抱得三春灰 我们要做一个更大的动作 我们要有更多更多的东西 来回报我们的妈妈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游子银的手势操 各位小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游子银 唐梦娇 慈母 手中线 游子 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 池池归 水盐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好了 那这首诗的动作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各位小朋友 快给自己的妈妈 去做一做吧 也感谢一下 我们的妈妈 那今天 游子银的手势操合动作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小朋友 快去练习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